大家好 今集我朱思奶自己一個人 One Man Band 佳欣 朱隊友現在在哪 先喝水 朱隊友現在在深圳 究竟他是北上岑荒 還是做其他事 那就沒人知道 我又不能控制他的行為 我想說說這件事 說這件新聞之前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另外一個新聞 就是張志琳的兒子 魔童又上C1 那就好 今天先不說魔童的兒子 先說說他媽媽 大家記不記得有一宗 早前 一年前 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袁詠儀 在疫情期間 走去做義工 在街上 即是幫檢測等等 做義工 我心裡想說 香港水深火熱 那些老人家在公營醫院門口等死 然後拿石紙包住保暖的時候 那他去哪裡 他什麼人 他是香港的小姐 他不是深圳小姐 他不是亞姐 當然人民幣是比較香的 就算現在變直 都比廣拜貴 但是做人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的根 在哪裡 不是癡媽的根 還有一件事 不要說我口字 不要說我良薄 我只是看Google 大家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 袁詠儀三個字 看看Google的searching engine 下面會彈出什麼 我只看到袁詠儀兒兒子 袁詠儀張志琳 袁詠儀港姐 有幾個 我想是他這一輩子 都給錢 賣了他的H包包 都是remove不到的痕跡 就是袁詠儀包 包包的包 我不知道是包包還是包養 然後是袁詠儀羅紹輝 袁詠儀神童輝 這兩個record 我想他這一輩子都磨滅不了 所以我想帶出的point 就不是揭人黑歷史 就是說一個人的價值觀很重要 價值觀通常就是 come with你的成長經歷 你兒時的教育 你接觸到你的家庭 學校 在這個童年的父母 怎樣去教養你 這個時間是很重要的 那些人經常說七歲定八十 那好吧 說一下這件事 JPG他父親都說到口臭了 畫隻龜說 不關我的事 你倆我張照片我高你 其實我也覺得幾次 幾次什麼呢 幾次就是說 KK園區發達 很多人發達 我為他賣個廣告 把人形紙牌放在那裡 一年後發覺 他說 原來賣你的人去KK園區 是打爆你的腎 和賣你去做雞 還要是拿了你的器官 然後調你去山坑 我不知道 但那些錢我就帶了 陳怡那些都是 他們說那麼多話 說什麼不犯法 中國政府有問題 想割韭菜 可能是 唉 不要躲那麼遠 躲在小黑房就算了 如果他好像華記那樣 華記那樣 他沒有走到路 只躲在小黑房 沒有去日本 那你香港政府 一查一個人的 有沒有離境 很容易 幫浸查一下 就查到 如果你有本事 你就像華記那樣 在JR那裡拍片 你不要整天天躲在那間房子 陳怡 那樣學廣大的網友 不是我說的 一個人這麼要面 這麼要威 你平時拍片 你都要在海邊 不是海邊 山邊吹山風 吹聲山風 這樣告訴人 你有多富貴 多離地 那你去到日本 你不拍下VLOG 不拍下那些 餘生飯有多好吃 我真的不相信 今天好了 終於繞入大直路 說一下這個張智霖兒子 張摩童 張毛童 我學阿五仔 讀新聞 免得又說 嚴明熙不是14歲 郭富城哥哥 不是做警察 然後 Anson Lo 不是不宣傳 是這個 女星袁麗林 他挺漂亮的 不過我覺得他的演技麻麻 不是 Anson Lo不做宣傳 學阿五仔 跟前輩學習很重要 讀新聞 那就不會有錯 你挑戰我 那我就說 我也是把那段新聞稿 那好吧 我跟人說一下 張智霖 近日禍不單行 除了JPEG事件 搞到一副也是 就被警察協助調查 他的兒子 魔童 早年 一條疑似歧視亞裔的短片 就被網友 炒出來 應該都是 在JPEG事件選手的網友 炒出來 如果不是 哪有這麼空 令到這個魔童 受盡壓力 做你老爸老媽的兒子 就一定要開始學習一下 什麼叫做輿論的壓力 不要代完錢 學你老爸 她媽也是 代完錢 拍拍拉走去 完全是沒有任何的後果 才可以 鄭爽也是 現在被人追三千萬 為什麼 鄭爽是一個大陸的女星 不然跟人拍完電影 上不到 你知道 中國大陸的道德審查很厲害 一道德有瑕疵 就不過所有作品下架 如果我是投資者 我就一副 我投資了這麼多錢 然後 你搞過那些什麼 跟誰誰 晚上關燈研究劇本 一會跟貝夫偷漢 我脫本無歸 我投資了拍了 鄭爽 因為早前那件 就是用代母 中國大陸犯法 用代母 還要跟前夫 舉報她 偷稅流稅 搞到她的作品不能夠外出 現在的製作方向她追討 所有這些事情 都要依法來玩 當然 張哲林下 和袁詠怡這對夫妻 很懂得走法律的空子 不只是懂得走法律的空子 還要懂得乃共 我引用黃絲的條例 不是黃絲 黃絲都是香港人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黃絲藍絲都是香港人 什麼叫乃共 正正在我片頭所說 政治不正確 政治很正確 就叫乃共 太正確 就是乃共 起碼我沒有在新官期間做義工 所以我就乃不到 很想乃都乃不到 這個片 我看到片中 他就是武童 做了一個 中國人 有去過外國留學的 都一定是見過這個手勢的 但做一個一定不是中國人 是中國自己 我呢 中四就去了外國 中四開始 大學畢業就在外國 這十年 你說歧視有沒有 好 我不明白為什麼現在的人 每個人都去到英國說沒有歧視 什麼什麼 我在中學的歧視 是多到 我想比在香港普通的中學 一定是多很多 我不是哭 不是飲浴 我是感冒未清 一開始我受到的歧視 例如是 一開始我去了一間比較差的學校 他們就會 我受傷 手受傷 脫了膠 他就特意去摸一下你 撞一下你的手 這樣 這樣玩一下 這樣 然後就講一下你的名字 起點和這個 Chino Chino 知不知道什麼來的 Chino就是中國的西白牙文 如果Chino就是豬的名字 就是豬就是匹 那西白牙文就是Gochino 很遲的 他們就特意拿這些 還笑 跟你做朋友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覺得好笑 還有一件事 就要問你們 中國人為什麼這麼多假東西 我想他們應該是指中國大陸 就要問你 我記得那時候還是某一年的奧運會 他們就問我 為什麼你們中國有這麼多的獎牌 是不是全部都是假的 是不是那些金是假金 類似這些 最過分的 有一次 就是他們 我們都上了一些PE課 全班人下去操場樓下集合 有一個 英文好一點 因為那時候 我西班牙文還沒得 英文就跟一個比較英文厲害的女生 溝通多一點 他就跟我說 你小心點 你的錢包 因為他們幾個壞的男生 那些困仔 就會說會偷你的錢 在這個PE堂的時候 經歷過那一次 我就跟我爸爸說 我說我不想讀書了 我想走了 我真的很不喜歡 喂 年輕人 中四 那時候 2000年 哪有什麼 IG WhatsApp Telegram 看別人的AV 沒有那麼多 還在說56k上網 那些大家記不記得 還沒有MSN ICG 還有ICQ 還有AO 那些 Away Bish 那些什麼Status 大家記不記得 撈撈撈 還沒上網 撈不到那些 之後 另一間學校 就是一些 不是肢體上的欺凌 就是一些言語上的欺凌 包括 就是 我很記得 就是他這個動作 就是把眼睛 向太陽穴那邊拉開 就會問我 他就會說 嘩 你們Chinese這樣看東西 其實看不看得到東西的呢 好搞笑 一條線眼 為什麼你們個個樣子都是這樣的 因為 就算現在那個什麼Shang Chi 之前 這個鬼佬拍的 所謂的功夫 Chinese功夫電影 她那個女角 是不是 一個很出名的喜劇演員 她的樣子都是這樣的 都是鳳眼的 還有她們選的那些 所謂的 International Supermodel 都是超級花木蘭眼的 她們是很喜歡這些 很typical的中國人的樣子 那我就好了 那我就不太明白了 是不是 就是這個張無童 她的父母就說 很多錢 給她很好的教育 我想她都是國際學校的 一定的啦 定劣啦 不用說話啦 那為什麼她覺得 欺凌中國人這個行為 是很好笑呢 為什麼她不會像 朱思拉那樣 覺得這個是一個 極盡 對中國人 我不說 中國人 香港人再分啦 為什麼我們這個 亞洲人 一個這樣的 歧視性的 還笑 她是覺得 是可以拿來講的呢 是不是 難道你讀得中 這個國際學校久 你就當自己是鬼仔 是不是 又是那些 什麼連絲眼 不懂說中文那些 那為什麼你覺得 這個行為 是可以被接受呢 喂 就算我現在才認識 我之前不認識 當那個同學 在笑我們中國人的眼睛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件事是歧視 但是我現在這個 稅數 經歷 告訴我 我聽這個絕對是對亞裔的歧視 那可以 是不是你說她 哎呀我鬼仔 我不懂的嘛 那你老爸老母要教啦 不只是日日回去 拍那些什麼 綜藝節目代 幾百萬幾千萬 喂 神童輝啊 說死了而已 現在靠自己是嗎 站起來了 好威了 做人呢 他招軍體也相同 你現在把錯誤的價值觀 套到你兒子裡 不需要太久啦 是嗎 魔童都很不小啦 過多幾年 你的報應就到了 那可能有錢人 所有的報應都不是報應 我們那些死窮鬼 才是報應 JPG 錢 張智霖就代了 是嗎 你的虧錢啊 該死啦 貪心啊 是嗎 陳儀說齋 喂 我又沒有叫你啊 虧空公款啊 拿那些什麼兒子去讀書啊 買樓的錢來投資 喂 一向都叫了你們的啦 是不是 要拿你們的職速的十分一 是不是 去投資的嘛 所有投資涉及風險啊 沒有聽政府語嗎 是不是 沒有看這個TVB的政府拍的宣傳短片嗎 賭錢等於賭錢下去 喊了的啦 是不是 喂 Day1的時候我叫你們 紫舌離場的 沒有聽我說嗎 就傻啦 是不是呀 現在走來說我 你Day1聽我說 就沒事咯 是不是 靜貪會 是不是 這個東張 希望 所有東西都是 他們的錯 我沒有錯 是不是 記得呢 帶些手信回來 這個陳儀 我們說了都是陳儀的頭號粉絲 陳將軍 那好吧 那就讀一下這個魔童 咦 奇怪啊 為什麼他出這個長文呢 不是用英文的 是嗎 怕我們不會看 雖然呢 有時的網友在樓下弄一些英文 某一個單詞呢 我都是不懂 我都是要依賴這個google translate 對了 香啊 香原來我不懂英文怎麼說 哎呀 糟了我現在都不記得了 有一次呢 那個同學 那個朋友 網友 留言留了 那段東西 咦 那個什麼單詞呢 在google一下 原來是香 不可惜我又不記得了 那好啦 魔童呢 那個長文道歉就說 大家好 我是張無童 肯抱歉啦 因為我個人的不當言論呢 給大家帶來困擾 喂 相信我們沒有困擾的 是他老爸老母也有困擾而已 尤其是這個敏感的時期 好像阿森美的兒子那些 在不適當的時候出現不適當的言論 那關於四年前 那為什麼emphasize 四年前呢 就是因為呢 他想說 過了的啦 頂你的債 你們那幫死人網友 四年前的東西拿回來說 四年前今天你們在吃什麼 你知道嗎 記得嗎 多事實 這段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他寫的 我相信阿張無童的中文應該沒有那麼好 關於四年前那段模仿rap的視頻 不關我事 模仿rap而已 我再次鄭重道歉 鄭重道歉 我知道自己犯了嚴重的錯誤 跟所有人說一句 對比起我錯了 我在長大的過程中 犯過很多錯誤 大家發現呢 就多指教同批評我啦 做錯了蠢事呢 做出了蠢事呢 就應該接受批評 我接受17歲 我馬上17歲了 我的心智逐漸成熟 我清楚知道 我作為中國人要有擔當 有錯要認 不是作為中國人要有擔當 作為你一個張志林的兒子呢 你老爸吃了那麼多人血饅頭 和這個乃公眾人 公眾人物的紅利呢 那當然啦 你的道德 所有東西你都要上光上線 拿顯微鏡去放大體啦 是不是 如果你普通一個Chinese 應該沒有那麼大的浪花可以掀起的 我作為中國人要有擔當 要有錯要認有錯要更改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 大家能夠繼續指導我指正我 讓我再不斷改進中 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Be a better man 謝謝大家 WOW 行不行 他媽媽應該收貨啦 原來他是2019年 他表哥在一個IG story裡面 就應該說什麼 有些歌詞 一個什麼英文rap 歌詞裡面是有很明確的歧視的言語的 可惜啦 是不是 他就不覺得這個 是一個咪咪眼是歧視啦 我問他們是否能看見 他們應該知道我吸了他們眼鏡 就變成數學家 他們來自廣州 他們看見我在吃狗肉 他們想他也想要 好好 還要爛了狗肉 還要爛了我們有很多的中國華人 華人在海外 美國做這些科學家 數學家 那樣 唉 又是另外一個story 另外一個討論的topic 為什麼這麼多的學子 選擇留在外國進修 都不回來中國大陸發展 報校祖國呢 那就要問一下一個科學家 或者一個身體有這個產出的教授 在中國大陸的人工是多少 還有問一下一個一線的明星 例如那些什麼 Angela Baby Janice Man 還有這個現在 當紅頂流 什麼楊楊 迪麗葉巴 楊覓 一個show有多少錢 他們的身家有多少錢 這樣就知道 你們會不會 如果你是那個 在清華畢業 再去美國讀Master 然後 會不會回流 是吧 如果他說 我兒子說回流 我作為人家的老母 我都 劈頭粗口問候他全家 幫他全家祈福 說完魔童 就說完 因為旁邊都有一個歧視的新聞 就是 在這個愛爾蘭的體操比賽頒獎的禮儀 儀式上面 就有一個工作人員 就完全無視一個黑人的女生 肉眼可見 其他那些女生都是白人 愛爾蘭的人 只有那個零零射射 就是朱古力色 黑 黑 這條影片 上了IG 800萬人看過之後 特地 特地 那爸爸媽媽 就稱讚了一個 美國女子看聰明像 比拉斯 都是黑人 那這個黑人 就拍了一條短片 去鼓勵這個女生 然後 他就在社交媒體上說 他說 運動是不容許 接受不接受任何的歧視 當然 這個世界各地 各處都不應該有歧視 首先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多少岁?七、八岁?八、九岁? 我又颁奖,他站得上去,应该是有奖了 那为什么你又专门不颁奖给他呢? 那好了,如果你说我一向都很憎恨黑人的 为什么特朗普这些排他的政策,这么不人道的政策,这么多人支持呢? 好啊,不要听,你现在突然间香港说,不是啊,耶管啊,全部可以公投啊,谁想投的,谁想投的,你就可以投票给他,他就可以做特首啊,然后所有那些民生政策都可以投票 然后呢,可以因为你那张票,把那些南亚裔、叉、酷盈晴晴那些,全部赶上他们回乡下,喂,我都支持他啦,是吗? 大家看一下那些美国,那些什么,TG啊,IG啊,那些片,喂,你们口口声声说不要歧视,但是呢,铺出来的那些片,我不知道是有心人做啊,还是特意是港位传播的那些片呢,就是那些黑人呢,偷东西啊,抢东西啊,是不是啊,黑人无端端将个华人在那个地铁的扶手梯啊,不是扶手梯啊,不是扶手电梯啊,是扶手梯啊,特意推他下去啊, 是不是啊,然后又推他下去,全部都是黑鬼的哦,喂,你说我在美国生活的话,如果啊,我都怕黑鬼啦,是不是啊,还要排, eh,Convict那期呢,是不是有些片呢,是,呃,专专去,虐打那些亚洲人的,就是他们分不到你是否中国人的嘛,有韩国那些,啊,珠妈都被人打,全部都是黑鬼的哦,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为什么歧视,我会明白咯,那你现在, 让我看见那个南亚裔和我同铁,我当然是害怕啦,大哥,喂,大家又说我政治不正确,又凉薄又黑薄啦,我呢,就很喜欢呢,凌晨12点,1点呢,就去那些24小时gym room的,因为贪他什么呢,贪他小人嘛,贪他不用跟别人搶那些,呃,戏骇做嘛, 我有一晚呢,我凌晨1点去,然后呢,全场呢,只有4个人,一个呢,就我啦,朱思拉啦,一个呢,就是南亚裔啊,首先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买这个会籍啦,为什么他可以进来啦,他是不是跟着别人后,后尾进来啦,因为我有发觉的,有时呢,有些人呢,没有买呢,那他就会跟着你,你踹完了,你一开门进去那时呢,他就好像那些呢,走去洗楼啊,走去踩线啊,那些贼仔那样呢, 在鼠里后尾呢,跟着你进去,那然后还有两个呢,就是普通的香港人,还要不是粗得很大只,瘦瘦削削那些呢,那我心想,哇大哥啊,计下手指,死啦,扑街啦,这次,那两个,那么瘦,是不是,那么小粒,我们三个,打他一个,够不够粗呢,如果我有些什么事,我不是说我自己是好像那些,搭巴士,搭地铁,以为,整天觉得人家强奸我的那些,就算我觉得我不会被他强奸,但是我见到一个,呃,南亚裔在我旁边呢, 我是真的不舒服咯,就是大家可以,啊,说一下我啊,给一些comment我啊,指导一下我这个要正确思考啊,是不是,那那晚我真是,呃,我是专专提早走的,我立刻和阿朱队又说,哇,我猜不到呢,现在南亚裔都这么喜欢做运动,还要半夜三更做运动,就是看怕呢,我下次都要,啊,八九点啊,九点十点呢,多些人做运动,我没那么害怕啦,那好吧,希望呢,啊,啊,啊,张志铃呢, 不要只是被这个JPEG的事件烦心啦,教一下他的儿子啦,那他的儿子都快成年啦,不要搞到像呢,台湾孙安佐那件案子那样啦,是不是,似乎自己未成年,就在这个,呃,因为孙安佐当时的案子呢,就在这个,呃,因为孙安佐当时的案子呢,就在美国读书啦,他,呃,他就很喜欢玩那些窗啦,那被那些同学呢,同学家长呢,就检举他啦,就搞到呢,呃,拘留,又不是监禁的,拘留了一个,一年啦, 啊,前后差不多一年,他老爸老母呢是整带那些偷天措,台湾那些啊,独立屋啊,卖了去给这个最贵的律师费,因为呢,他们换了律师,是本身觉得,哇,那个不够了,不够做啊,就换了一个再贵一点的的就是,通常这些小朋友出事呢,都是我们的父母去粗心劳心努力,但是小朋友真的要教啦,不要教到好像那个中国大陆啊,大同啊,那两个这样的,的,的四年级的男生 就已經懂得叫別人還未吻屎的時候 叫他幫我吻屎 喂!我和阿豬隊友都沒有玩得那麼重口味 雖然我很想當然是他吻我了 唉好,今次去這個大陸回來 我叫他跟我玩玩這個遊戲 好了,今集講到這裡了 不是sharpcut了,拜拜! 當然啦,我這段影片之後再補錄 我看了那個小朋友黑妹妹頒獎的時候 他沒有拿到獎牌 那我也覺得是的 我一開始就覺得是不是人家的獎牌有個名字 那我頒獎的那個人 那個人很明顯不是頒獎 就是豬肉獎,豬隊友去比賽那些健體豬肉獎 十幾個妹妹,排成一排 然後逐個掛牌上頸 那還不是豬肉獎 那是不是那個牌有個人名字 我排到你,我看到你不是那個名字 我就不掛你了,是不是這樣呢 我看過那些金牌 真是豬肉獎的新城歌唱獎 他就這樣掛上去 他只是差點掛掉那個黑妹妹 但是人家說 八月的時候已經和解了 和他的家長 你們不要再搞我們這個愛爾蘭體肇協會了 那希望都是那些 你們和解大人的世界 和解小朋友的世界 可不可以和解和接受呢 這個是不是在他成長的過程中 種下的一個小小的惡種子呢 我有時覺得 同意的 有很多香港的網民 會經常說 大陸那些什麼韭菜的心理 是很脆弱 少少東西又說不理 歧視中國 人家在車廂上 不知道說日本仔什麼什麼好 然後說中國不行 整個車廂的人 在高鐵 整個車廂的人在圍攻那個小孩 還有一個大媽出手打人 你們會說當年2019年的黑暴不對 為什麼你覺得 因為你愛國外黨 覺得中國人很威風 人家說些不正確的東西 你有權打他 只要是一巴掌扎上去 她媽媽也未必 掌扎她的臉 打掌扎臉很侮辱性 我認為他是不是很過度脆弱 就是中國大陸的網 不是網友 人民的心態 有时候那些年轻的年轻的年轻的 去cosplay日本服装是犯法 他真的会逮捕 警察逮捕 香港的朋友不要上去 玩一下我cosplay一下 穿塘装无所谓 千万不要穿日本小衣服 就像赵薇小燕子 他之前都因为日本军旗做衣服上身 被人封杀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这些原则性错误 过了一条罗湖河 我们千万不能够犯 你在香港在这个会展 你cosplay 什么节 你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 就像我昨晚半夜三家吃宵夜 我见到一个年轻 十多岁应该是中学生 他穿了一件旗袍 短春丽的旗袍在街上 穿那些波鞋 然后穿白蜜 哇好一变态 人家的年轻现在流行这些 但如果你在中国大陆 可能要逮捕 有外观之闻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游荡罪 在中国大陆 我在看这个黑人 妹妹被人歧视 我看那些twister 看到有一个短片 有一个黑人 他就上一个talk show Jeremie Rye 不是Jeremie 不是Mira 那是Jeremie 他就和主持人 不咬然 发生一些冲突 他就说 我是不会离场的 直到你说我的名字 的pronunciation 你发音对 为止我才走 那我就觉得 大哥 是不是有点 要求太高 或者欺人太甚 如果那件事 不是歧视你 或者是故意的 那你一定 是不是要搞到 那么难看 他不是就这样说一句 他是继续不动 别人的show 可能是直播的 他是不动 不说 我说吧 说多次 你呀 说多次我的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 你说到对我才离场 那我就觉得有点 自卑得太久 变自大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这个观点 好吧 拜拜